好来看到预告呢 在这学期二年级是开设了部落踏查 三年级则是开设了原住民族影像技术的课程 那么学生是来到了浊西村 才知道老板是为退休警察 目前认真经营卡拉OK 而且还是很鼓励学生以及族人 用唱歌当成休闲娱乐 非常舒压 手里拿着麦克风高歌一曲 这里是浊西部落第80的卡拉OK店 浊西高中原民班二三年级学生 来到这里影像记录跟拍摄 预告原民班这个学期 二年级开设了部落踏查 原住民族影像技术课程 学生来到部落才知道老板是为退休警察 知道部落族人爱唱歌的休闲娱乐 才开始认真经营卡拉OK 之前做警戒的话 有其他的卡拉OK酒店 让人家负面的太复杂 有些小朋友去唱歌有压力 因为隐蔽式的 我就认为用开放式的 都是大空间 每个人都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唱歌 让他的歌声 让部落知道说 这个歌声怎么这么好听 所以他很重要 所以不只是玉璃高中 其实现在宜花东地区都很多实验班 从国小啊国中到高中都有 它是一贯的教育体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持续做 然后要越做越好 学生表示假日偶尔会来约同学 到卡拉OK唱唱歌 唱完的时候心情很放松 对他们来说唱歌是一种疏忧 老板说卡拉OK一直以来都被污名化 他希望藉由开放式的空间 欢迎喜欢唱歌的人来光顾 更会宣传酒后不驾车 骑车戴安全帽 老板也说这间是友善部落的卡拉OK 部落族人也都很配合 在十点就会关机 让邻近的族人都很愿意 开心的来换场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卓西湘采访报道 您请不吝点赞 到 Przy conferences